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无庸置疑的对国际经济各行各业和人们的热场起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在今天的讲课里 我和我的同事 哲隐 希望从法律的角度与大家分享此次危机的策略 并探讨如何在新常态的趋势中寻找合适有利的方针 简单介绍此次的分享流程 首先 我会带大家了解疫情时期 东南亚一带一路项目的雄关情况与未来走向 接着 为大家剖析新常态中应对事物问题的策略和出路 最后 与大家分享替代性争议解决的趋势与动向 众所周知 自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一项庞大的全球发展计划 截至去年末 中国已与遍布亚洲 欧洲 非洲 北洲和南美洲的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 如今 相关项目的规模更是高达1万亿美元 东南亚有着有利地理位置 稳定政治环境和各方面条件成熟情况下 一直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舞台之一 因此 近几年东南亚地带一带一路的投资和项目 可说是如雨后春旋般涌现 在这里我们简略了几项比较为人熟知的项目 在此次疫情冲击的时机 我们观察到的是 这些项目的进展无可避免地遭受影响 当中 大多的这些建设进度都被托迟 比如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楼高铁项目 马来西亚东海岸衔接铁道 泰国曼谷的高铁项目 中缅经济走廊 柬埔寨发填厂建设 总观目前整体的局面 项目重新全面启发和经济复苏 并非一朝一夕 甚至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事情 在这史无权利的时期 无论是哪个行业 领域 规模大小的公司项目 在各个方面都难免受到影响 所以如何在这新常态里 寻找并采用适合且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方策 极为重要 首先 在疫情蔓延的这一段时间 许多公司且面临未能或难以履行合同责任的困境 在这情况下 合同方一般有几个选择 第一 暂停履行合同 义务和停工 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至5月放松线之后 大部分的行业被准许在严格遵从标准作业的程序下复工 如果合同方选择续续暂停合同义务的执行 则必须注意相关合同的依据 即是否有任何条款准许合同方在疫情期间暂时履行合同的义务 以免构成违约的行为 举个例子 在马来西亚建筑业常用的合同标本 Fitting Red Bull 1999 版本里 假设新冠疫情构成合同中确定为不可抗议条款 这可能是暂停免除受影响方的这个履行合同的责任 可参考第19.2条 除此之外 需评估停工对整体工程进度的这个影响 这是否有合同依据就疫情停工 获得工程时间延长和索取招致的这个相关损失和费用的权益 例如PAM Conditions of Contract 2006 年 流行感epidemics属不可抗议 承包商可因此申请延长工程的第二三条 但不可抗议在第24条下 并非索取损失和费用的合理依据 待会儿子领会为大家进一步分享 不可抗议条款在普通法和民事法管辖的这个区别 第二如果公司决定复原这个运作或者是营业的话 或者是项目决定要复工 则必须严格监控以确保遵守政府的这个SOP 确定工作环境的卫生和员工之间的社交距离 另外合同方则可监视各方的合同 看是否能够欢迎当中法律变更的条款 以向另一方索取应遵守调整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法规 而招致的额外费用 当然在周知此项的申请时 必须附上证明相关的费用证据 第三终止合同 虽然罕见但有些合同规定 倘若不可抗议条款持续了一段时间 阻止了工程的进展 一方则能有权利提出终止合同的这个权利 例如Feeding Name条款规定 如果不可抗议事件连续84天 或在个别的时间总继续140天 阻止工程的执行 任何一方有权利终止合同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 重新协商合同文件 这是维护双方商业利益的成效的最高选择 可考虑的是发出通知 列明一方觉得合同里有需要修订的 比如付款义务的周期 或者是款项的这个调整 以促进双方之间的讨论和论坛 这将助于友好解决合同方之间的争端 也避免不必要的这些纠纷解决 对于还未签署的合约或未来的项目 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需要注意的几点 首先随着全球进入居家办公和远程会议的新常态 远程签约结电子合同的效力和实操问题 也逐渐备受关注 在马来西亚 电子合同是可以具有法律效力的 1950年合同法令与2006年电子商务法令 允许合约方通过电子通讯定理合同 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 电子签名需要附属于相关电子信息内容 或与其有所关联 第二 从该签名能够充分确认签署人身份 和显示签署人对于签署内容的认可 和第三 在考量需要签署的目的和情况下 该签名是可靠和适当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关于合约理不可抗力条款的制定 在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中 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范围 取决于该条款的确切措辞 这与民法司法管辖区的规定不相同 因为后者通常通过民法典 不与不可抗力特定的法律含义 在洽谈中和未来的合同里 合约方需注意合同中 不可抗力条款的定义范围 是否缠名或涵盖流行病 疾病爆发 及当事方无法控制的 其他情况之类的通用措辞 除了得查看合约设定的相关通知要求 需要明白的法律原则是 唯有不可抗力事件在签署合约的当下 无法被预料 不可抗力条款的原因才可能成立 鉴于疫情当今的肆虐 和关于第二波疫情可能性的讨论 对于目前尚未定立的新合同 除非合约条款中明文确定 否则新冠疫情或类似病原体流行病 在未来的爆发是否属于可被预料的事件 当中仍是存在争议性 再来是关于争议解决条款的制定 在这之前 在线争议解决在绝大多数的合约争议解决条款当中 并不常见 在这方面 合约方可考虑做出的调整 包括修改启动争议解决机制的通知需求 比如说是否可在能提交中具证明的前提下 用电邮方式替代手动送达 加入远程会议的选择等等 那如果合约方所主义的最终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 则可考虑明文确定双方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 采用在线仲裁 许多仲裁机构已发布了与在线仲裁相关的规则或指南 至于允许和促进立案文书和证据文件的在线提交 以及线上庭审的进行 举个例子 中国冒中最近在习官网上发布了视频庭审规范 和视频庭审系统使用指南等相关的资料 供大众参考 全球的疫情情况并未妨碍合约方继续选择 以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解决纠纷 事实上根据我们从冒中获悉的资料 在2020年第一季度期间 在中国和香港冒中登记的仲裁和调解 新案件数量与去年的同期相比有所增加 在疫情的特殊局势下 在线仲裁热趋普遍 其优势和价值意得以彰显 其实在国际仲裁中 由于涉案当时方代表律师和仲裁员 往往来自不同的国家与地区 当中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已非新鲜事 但这一次的事件令使用率大幅度攀升 促使各方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整个在线仲裁的体系 并提高其在市场上的认可度 虽然在线仲裁可能在某程度上 节约了仲裁成本和提高了程序推进的效率 但实际上还是存在不少仍需克服的使操障碍 第一 技术障碍方面 互联网的速度和稳定性会影响文档的上传和下载 以及线上停审的进行 因此使用者必须确保网线和设备系统的稳定性 此外 远程寝审也可能导致肢体语言 面部表情等等的细微信息传达流失 再来我们关注物流问题 如果说案件涉及来自世界不同时区的代表律师 仲裁员和证人的远程参与 那时差的问题 也可能会对各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再来是保密性的问题 上载至网络平台上的机密文件外泄 和第三方在未经授权和参与方未知的情况下 听审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这方面 可考虑采取的措施包括 使用由仲裁机构搭建的在线案件管理系统 给予仲裁当事人专用账号和密码 以及让参与方签署保密义务和庭审纪律协议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主要仲裁机构 皆有提供混合性纠纷解决服务 比如说冒重的仲裁调节相结合程序 旨在为争议方提供更高效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与其他对抗性争议解决方式相比 体现东方以和违规和解价值观的调节 可能更受亚洲国家合约方的青睐 调节广为人知的优势可被概括为 第一 和谐性 它有利于维护或塑造合约方的长远商业合作关系 第二 相对快速且成本效率高 第三 伸缩性强 双方可专注于制定有实际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它的保密性 因为调节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在2019年8月 46个国家当中 60%以上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签署了新加坡调节公约 以促进通过调节达成的国际商业和解协议的执行 综合上诉调节的优势 事态发展及现今在线调节平台的可用性 相信在未来的瑞兹里 将会进一步推动调节 作为争议解决途径的流行和认可 谢谢